在台中市有一对夫妇都是小儿麻痹 跟另外两名身心障碍的朋友搭着飞机要出国玩 但是在登机的时候地勤人员告诉他们 机舱只有两部小轮椅 那么其他两个人就必须要自己走进去 这个结果让林先生只好半蹲半坐的走进机舱 感觉相当瘦辱 机场阴雨绵绵 离坏小儿麻痹的灵性夫妇 心情也和天气一样沉重 因为他们和另外两名身心障碍朋友 搭飞机去上海 上飞机前却被告知要自己走进去 航空公司人员告知机舱内只有两部小轮椅 要求两人可以坐进机舱 其余两人要自己想办法 林先生只好半蹲半爬 从登机门行进十公尺到座位上 夫妇俩心情插透了 本来是怀着一颗很开心的心情要出国去玩 可是遇上这种事真的心都能了 公司的规定是只能有两位 他不应该受理是为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进去 等于是这个客人他隐瞒私情 客人仔细说他们可以走 航空公司人员强调地勤人员并没有疏失 问题出在乘客和旅行社 只是这样的说法 林姓夫妇无法接受 毕竟第一次出国 却留下深刻且不愉快的回忆